那年初三 油安果菜市場傳出火警 一臺貨車機車突然燃起熊熊大火 遭到助容吞噬 索性緊銷貨爆 索速到現場滅火 成功防止火勢延燒 但是有攤商就指出 疑似有人投擲火種才導致大火 但詳細原因有待調查釐清 車場內燃起熊熊大火 直接將貨車跟機車吞噬 濃濃黑煙完全遮蔽視線 消防人員扛著設備射出水柱滅火 就怕火是煙燒 消防人員仔細噴灑周遭 絲毫不肯大意 事件就發生在十二號下午 宜蘭果菜批發市場內 宜蘭貨車和機車突然起火冒煙 警察後報火速到場搶救 沒有造成煙燒 但調閱監視器才發現案情疑似不單純 附近攤商指稱一次有人到火車附近丟出火種 這才一起大火 根據瞭解市場除了準備開工 卻突然鏟除火鏡 首先消防人員到達機時 火勢沒有影響到其他人員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有待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郭彭宏宏 方聲 宜蘭採訪報導